好 中期帶來關心凱米台風在澎湖的最新動態 可以看到其實澎湖現在是比起早上的時候 風濕跟雨池都是越來越明顯的 而且幾乎這個風是一陣一陣的 甚至是人很有可能會戰苦的狀態 不過可以看到其實在跨海大橋這邊 風雨因為是郊區雨池是更加的明顯了 不過因為其實在景片的時候 還有許多的這個民眾是被困在澎湖 是沒有辦法大家自己離開的 因此是趁著下午稍早的時候 是風雨比較循環一點點的時候 是來到跨海大橋這邊是來拍照 甚至是要來打卡的 不過也有人是直接走到跨海大橋的正中央 想要來觀浪 只是沒想到風雨是突然一陣非常猛烈 於是是整個海浪甚至是好幾度被打到了橋面上 於是這家人也是趕緊的離開 還有那場面是相當的驚險 那也提醒澎湖的這個民眾 以及遊客呢 其實呢在因為開比台湖是持續往昔 並且呢是增大風景已經是強台狀態 因此呢 澎湖的風雨感受會越來越明顯 甚至呢很有可能晚上的風速呢 這個瞬間的風速可能會有達到14級的一個狀況 因此呢民眾呢如果是要出門 或者是要到街上去買東西 或者是真的要到外面去觀光的話呢 我們都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要隨時注意附警的狀況 以下我們知道這個狀況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